我跟大家說一下你們今天的比賽 分享一下的事情 或者是經驗證的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比賽 我們發布的還是挺好的 我們自己挺滿意的 因為其實 場面非常激烈 在中間的很多環節 其實就是一面之間 我們中間某一個環節做好了 其實就會影響整個比賽的走向 方面來看 所有東西很遠 然後 savings 所以讓他們說 他們比較好的 你們可以問一次 放 Ari 中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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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来的世界赛你怎么看 因为你们拿过了嘛 所以今年的世界赛你怎么看 其实也蛮期待的吧 因为今天世界赛 其实我们也是在全力以赫在备战 所以还是很希望说是能再去努力的 能够去未免这些冠军 他们也很期待在这些军军 所以他们也开始做了一次 所以在进场的军军 他们会会在这些军军 接下来的军军 李先生 我提醒一下 我提醒一下 他们当初的战组 战组的战组 现在的战组 战组 你之前跟陳青城搭檔,你們的發展也很快,你們的發展也很快,你有什麼樣的秘訣? 其實我覺得沒有秘訣,就是每一天刻骨訓練,你練得比人家多,你才會進步得比人家快 我覺得都是靠一點點積累起來的,並沒有什麼節省 所以,可以說,沒有任何提示或是沒有任何提示,也沒有任何提示 而重要是有任何提示,在與任何你們有任何人的練習, 你會進步越多,你一定會做得更高的機會 因為這樣不可以直接,在快速上,你都可以做得到的 全部都会有继续在每天的继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多冠了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下一场的比赛就越来越有信心了 就可以拿到那个奥运会的那个秩序就越来越多 我觉得拿冠军肯定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的经济 然后这一次新千山对于奥运会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开始能够打得好 对我们后面的亚运会相对小云 当然因为 Super 1000 itu point-nya sangat tinggi tentu saja nanti percaya diri mereka juga lebih tinggi karena dengan mendapat point dari Super 1000 ini berarti nanti ke depannya mereka mungkin lebih gampang lagi untuk juara oke kita cukupkan lanju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